高血压真的是轻忽不得 根据统计了 罹患高血压的人 比不罹患高血压的人 大约未来引发脑中风的几率 是五到七倍左右 但如果你是在白天的时候 血压是偏低的情况 甚至到了晚上血压会突然飙高 这就是典型罹患的 隐藏性的高血压 往往这类的疾病 通常会在半夜引发脑中风 趁着等候看诊空档 75岁高先生 现在开始重视自己血压 透过量测血压 了解血压是否偏高 因为过去从来都不重视 又不忌口运动量少 这回高先生因为治疗肾结石 被医师发现 血压有偏高的情况 现在才开始重视血压问题 我饮食都是没有控制的 随便吃 以前就有了 有时候到院去两个 什么什么180一百多少 我说也没有感觉 被高血压困扰着 更会担心未来引发难以想象的疾病 医师指出健康的人 通常在自律神经调控之下 全身的血压分布会较为稳定 大部分的民众其实可能有高血压 可是他自己并不知道 因为其实并没有常规在测量血压 台湾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现在在很多的门诊当中 每二到三人就有一人会有高血压的情况 而事实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血管病就会越来越老化 因此高血压只会更多 不会更少 心脏内科门诊病友 医师都会先看血压的情况 其实高血压有两种类型 像是原发性高血压 有高达九成以上的病例 很有可能与遗传和生活形态有关 另一个就是激发性高血压 致病原因可能是因为怀孕 肾脏疾病 主动脉卡载 或内分泌异常 OSA睡眠呼吸中止症 高血压应该是这样说 有些人会有症状 有些人不见得会有症状 那没有症状不是代表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你平时没有量测的话 就不知道 所以万一你有高血压的家族史 或者你平时量就发现 你以前的血压就已经在130几 一般我们是140 90以上相对就需要开始治疗 其实高血压和肾脏病经常同时发生 肾脏病很有可能引发高血压 而高血压也有可能使肾功能受损 北戎心脏内科主治医师罗立伟不会言 现代人生活忙碌 再加上不运动生活规律不理想 又对身体状况不太重视 还有可能工作忙碌到不知道 自己早已经罹患 高血压 如果你不注意的话有可能在过一两年的时候 例如说在你如果饮食都没有注意吃很咸的 或者是说冬天天气冷的时候 它可能真的就会超过了 建议他们每年至少要量个一两次的血压 如果你白天排不出去的话 你夜间睡眠的时候 或者是平躺的时候 可能就需要排除了 那这个时候呢 反而呢因为他在睡觉 或者在休息 那你的这个 钠跟水的这个堆积在体内 就会造成血压在夜间的时候升高 陈兆文医师20多年来致力于研究24小时血压变化 医师提醒熬夜加班 夜晚根本无法让血压降下来 很容易罹患高血压 要随时注意身体与气温变化 太累就必须马上休息 别让身体经常处在高压疲惫状态之下 降低高血压发生率 TVBS新闻 朱霞汉文医师 蒋治伟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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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